过去几年,内地A股不断上升。我也不断建议大家买A股。我告诉大家,中央会放水旧市,为中美贸易战做持久战的准备。 我也没想到,放水行动很快就落实了。李克强总理前日就正式在国务院提出要降准。中美贸易战打了一年后,开始的第一年,中央不但不放水托市,还不断地收紧银筋。去杠杆,去杠杆的行动持续到2018年年底。 进入2019年才开始放宽。但是,李克强仍然三番四次地说。中国不会搞大水漫冠,冷却炒作的心态,这就是持久战的基本战略。持久战讲求持久,要持久,就不能浪费弹药,不能过早放水旧市,要准备更坏更糟的情况来临。要准备贸易战不断地升级,只有贸易战不断地升级。 才能令美国人明白贸易战是两败驱伤的行为。 指示10%,15%的关税,根本不会影响美国消费者。因此,我相信中国政府是有意逼特朗普再增加关税。当关税提升至50%以上,美国人就一定得面对生活费上升的压力。 现在,中国政府开始准备通过钢准放水,就是准备面对更高的关税,准备失去更多美国的订单,靠中国内部消费,基建去维持经济增长。 过往,A股升跌会使得港股也跟着升跌。但是,过去几天,情况不同了,A股,港股各自发展,也许,香港上市的H股还能与内地A股同进退。 本来,中美两国应该在9月份再开会。现在,会议改到10月,10月是否能见面可能也是未知之数。暂时双方都没有让步的打算,见面也没有什么好谈。 会认 Tower